这是刘海龙 而泰国队出场的是后备 刘海龙见了这个漏 见了非常地到位 非常及时 一个古术还根 要现出刘海龙 作为酒运会的冠军 和去年散打王总冠军 这个技术风范 确实呢 也向观众朋友们 做了两种的展现 交劲 刚才呢 这个翻盘的一个拧劲 打劲摔 我看这个 刘海龙这个摔跤技术不错 刘海龙选手呢 他技术全面 而且呢 他的攻击力也非常强 在场上战术意识也很好 但是我们知道他对手啊 这一刻火摔 还挺灵活 这下呢 把他的对手泰国队的落背 摔得人仰马斑 那我觉得刘海龙呢 就是还有一个很突出的特点 他很冷静很放松 非常自信 很自信 因为我们叫义高人胆大 在场上呢 他就表现出比较轻松 比较从容的这么一种气势 但是 若贝这个选手啊 绝对不能小看 他今年29岁 他多次获得过金腰带 而且这个选手特点呢 他是左腿 其重 经常的能够一锤定音 所以 刘海龙碰到这么一个老将 确实呢 不到比赛的钟声最后响起 那个比赛呢 就绝对不能够掉以轻心 不得 在第一回合的比赛里面是刘海龙获胜 刘海龙他带着自己王中王中国王中王的气势上来 一股王气 好了第二回合开始 一般来说泰国选手第三回合才真正是亮出看家本领 而且泰国选手他们打得意志品质非常顽强 不会轻易的就脚戒投降 而且他们顽抗到底顽强的这种拼搏 不犯过任何反击的机会 这种技术特点在我们的选手之上确实 我们不能够小看 力大无穷 你把泰国选手抓住到外边去了 这个因为双方掌握的这个尺度的时间不太一样 这个因为双方掌握的这个尺度的时间不太一样 这个打别的 这个打别的 好比赛继续进行 第二回合还有30秒钟的时间 坐贝在场上还是一种进攻的势头 对 坐贝他现在因为他在前面已经是丢的分比较多了 现在他要采取主动进攻这样的态势 希望能够击打有效部位拿分 现在他追上来了 六百龙打得很痛 他注意到控制 对 下皮腿 这个漂亮的下皮腿呢 夺得了满城观众的如雷般的贺彩 不愧是王中王啊 状态非常好 现在作为泰国军手做费 他还是基本上没有找到刘海龙的破绽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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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好的 两个 对 对 对 这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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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